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你当真要离婚? 我诧异地看着窝在豪华沙发上的老公 颓废到连壶茶都不打理 现在却大言不惭地要跟我离婚 我的丈夫许正是个很单纯的人 没啥坏心思 就是耳根子有些软 你每天都只工作 一点也不管家里的事 你知道我每天有多累吗? 他激动地哭诉 埋怨我不顾家 可我明明是为了这个家好 不然哪里来的大别墅 豪车 儿子还是上的贵族学校 到底是多年夫妻 我也不愿意这个家散了 好声好气地说 那你想怎样? 许正仿佛就等这句话一样 整个人如同焕发了光彩 我要去工作 你就在家当全职主妇 呵!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脱离社会这么久了 又享受惯了奢侈的生活 又怎么会低声下气地当打工人 我装作为难地思索着 那家庭的开支 儿子的学费 许正却拍着胸脯 从我的工资里出 他又哄着我 给我洗脑一样 重复着 阿易 你就在家享受生活 好好当这个家的女主人 对不对? 说得倒是比唱得都好听 也不知道 他这副样子 是受了谁的影响 就连我的儿子 都举双手支持他 一个五岁的孩子 却说出让我心寒的话 妈妈 女人嘛 就应该在家当全职妈妈 而爸爸才应该出去赚钱 我平日里为这个家在外辛辛苦苦工作跑业务 却得来的就是这种形象 隔天 我的丈夫许正就立马拿着写好的简历 出门找工作去了 看来是准备了挺长时间了 整个人倒是鲜少得意气风发 只不过很快就被好几家公司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这些年只顾着吃喝玩乐 也不提升自己 许正烦躁地念叨道道 我这种高学历 怎么就没有公司通知我去上班呢? 他肯定不知道 现在三千块都顾得起大学生了 僧多肉少的 许正偏偏还想要过万的月薪 我还在做饭 家里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许正的妈妈 一位强势且无理取闹的女人 一进门 便大声嚷嚷道 这样就对了 你就别整天出去抛头露脸的 就安心在家当全职妈妈 原来 我儿子那番话便是出自这里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怎么今天没有保姆过来给我倒茶 是不是太懈怠了 他环顾着四周 丝毫不顾在厨房忙活的我 我举着刀 看了一眼他 这不是阿正说要节约开支吗 毕竟今后家里的生活费都有他出啊 我在外打拼的时候 他就只负责送儿子上学 家务活都有保姆干 这不轮到他出钱了 就说要节约开支 婆婆哑口无言 善善道 这不是你也可以补贴点吗 没工作怎么有收入 不如婆婆您给补贴点 结果他一听见这话就借故要离开 果然一触及到自身的利益 就算亲情又如何 这一个月都过去了 许正每天跑来跑去 毫无收获 天天脾气还大得很 不过幸好有公司收留了他 许正每天过着007的生活 我却悠然地在家里赏花喝茶 他不知道的是 我即使放弃掉那份工作 也还有个副业 也就是新媒体博主 这些日子 许多粉丝都过来私信我为什么不更新 所以我打算送许正一份大礼 每天在账号更新着家里鸡飞狗跳的小事 特别是许正和他妈两个奇葩 不过 许正一回家就开始折腾我 怎么饭还没好 我一天到晚 在外工作 这么辛苦 回家连顿饭都吃不上 对啊 妈妈 老师都催我交培训班的费用了 我放下茶杯 这人真是不当家就不知柴米油盐贵 老许 你这个月还没给生活费呢 家里都没有钱买菜了 更不用说儿子的培训班这些杂七杂八的 许正像之泄气的皮球我这不是刚找到工作吗 哪里有工资上缴啊 我拿来账本 一笔一笔跟他算 先不说咱家的 先说你父母的开支 每天下馆子还有顿顿新鲜水果 你爸还去赌博 这些刷的都是谁的卡 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你知道吗 这些年 不算不知道 他们一家跟吸血鬼一样 死死地扒着我 却时时刻刻埋怨我只顾着工作 真是笑话 没有我哪里来的优越生活 老许翻着账单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啊 我爸妈 他们最省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都不用半个月 银行就上门了 你想让我们一家人都睡地板吗 点到极纸 剩下的就由许正自己去跟他爸妈说 许正脸色难看 他自然不想睡大街 他前脚打电话跟爸妈说 电话里几人倒是好生好气地说着 说不用儿子担心 无论如何也能养活自己 结果下一秒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直截了当地问我 声音大得像乡下的公鸡 阿正在不在你的身边 我自然不会说实话 却打开扩音器 他去厨房了 与刚刚截然不同的话语 你个贱货 是不是你教唆我儿子停掉那张卡的 如果不是我 怎么会有你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做人别忘了根本才好 如果你不恢复 看我撕不撕烂你的嘴 这老太婆就这副德行 只有一张嘴 到处对天对地 我故作悲伤地 看了一眼许正 哽咽道 婆婆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还给我装饰吧 你个婊子 明天我就要去讨个说话 我就赖在你们小区门口 到处败坏你的名声 许正脸色愈发难看 这可就踩着他的痛点了 毕竟这小区 谁不知他是全职爸爸 本来就有人在指着点点他了 如今 却因为找不到工作 全家都要挨饿 被他妈一宣扬 想必得挨多少人的白眼 估计会被说他既没用又没担当 他抢过手机 怒骂对面 妈 你平日里就是这副模样 你刚刚可是好生好气的 有本事你就去宣扬 让其他人看看你儿子到底是多没用 才会连家里的生活费也给不起 我婆婆被吓到了 懦懦地说 儿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天 许正发泄过后 我婆婆屁都不敢放 自然也不会过来闹事 大儿子大额的培训费老师都催交好几次了 甚至都要到家访的程度 而且许正每天回家都对工作唉声叹气的 我原以为许正会放弃工作的想法 却不知道她酝酿着更大的计划 我婆婆好心地送了钱过来 她美其名曰是儿子赚到大钱了 要武扬威 以后我就是许老板的妈妈 这下 我看谁还敢说我家阿正是吃软饭的 可她不知道的是 许正现在的这份工作还是我托朋友公司招聘她的 不过就是一个小员工 又怎么会是她口中的许老板 我端着水果递到她的面前 试探说 阿正现在赚钱了 您以后不就轻松了吗 我婆婆夸张地咯咯咯咯笑出声 对呀 她以后可是有好几个厂的人了 然后嫌弃的嫂是我 就你这样的 简直是黄脸婆 降低我们家的门槛 我捏了捏手里的杯子 还没发财呢 就嫌弃起我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去年求着我给二老买房的 如今利用完了 就想着丢到另一边去 厂子 许正竟然要投资厂子 连家用都掏不出的人 哪里来的钱开办厂 许正这些天也不去上班了 说着要去应酬谈生意 我问她 她死活都不愿意说 嚷嚷道 你等着吧 我一定让你过上父太太的生活 我的朋友特地打电话过来跟我吐槽 妈呀 你老公真是奇葩呀 才干几天就哭天喊地的 还嫌弃我开得工资低 姐们 如果不是你 我两千都不想给 什么人哪 而且你最近注意点 我那天 看见她跑了好几次银行 别是借贷去了 我说 你有条件就赶紧离婚 这种男的送我都不要 安抚了好几句朋友 她倒是给我了好些信息 连想到那天 婆婆说出的话 心里一惊 想起放在家里的房产证 立马去翻找 结果 保险柜里早就空空如也 查了监控 发现就是许正拿走的 竟然拿我辛辛苦苦好几年打拼来的房子去贷款 妈的 这什么贱男人 还有那什么破场子 他妈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 越想越生气 直接打电话过去问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房产证 我不就是借用一下吗 都这时候了 还不知悔改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挣钱买的 你立马给我拿回来 她急了眼 大声地说 这房产证也有我的名字 我难道还不能用吗 你眼界这么低怎么挣大钱 挣钱挣钱 天天就想着挣钱 却半分脑子也没有 傻乎乎地被人骗都不知道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打听到她的位置 立马尾随着去她的应酬 在门口却听到了 那男的真好骗 就画几个大饼 立马就去银行给我们取钱 为首的两人毫不犹豫地嘲笑道 干完这次 我们不得金盆洗手 要是世界上有多点这么傻的人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人竟然还是大哥的亲戚 真够蠢的 我的心里一凉 果然是骗局 想跑 下一秒却被人给发现了 你这娘儿们 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 大壮汉步步逼近 你是不是偷听到了什么 我嚎啕大哭 我丈夫出轨了 我来抓奸哪 结果被她扔出来了 就抱着那个小姑娘逍遥地走了 我撒泼打混 就岔在地上滚来滚去了 天杀的臭男人 抛妻弃子 被人当水鱼仔都不知道啊 两位大哥面面相去 挥挥手 快走快走 别唱衰我们的好生意 我赶紧爬起来跑 拿包眼面边跑边挥泪痛哭 妈的 我的房子 一出来就拨打电话 喂 警察叔叔 我这场豪亭酒店有人嫖娼 就在112号包厢里 你说诈骗估计没人来 你说扫黄一定会有人过来的 给许正打电话 却死活没人接 急死个人 便只好蹲守着 果不其然 蹲在电话亭的旁边 就看见许正拿着一个大包 左顾右盼地走过来 有人在门口接应他 就是刚才的两个壮汉 我想过去提醒却又没有办法 等在原地干着急 警察一窝蜂地涌入 扣押这好几个人走出来 其中就有许正 旁边还有记者媒体在拍照 还得意地说不怕没有头条新闻 幸好看见了那个博主发的地址 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抢得过其他人 对呀对呀 我倒要看看哪个是自大男 回去赶紧撕信博主离婚吧 这种人别要了 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原来都是我的粉丝啊 许正哭丧着从警局打电话过来 让我去保释 我却要晾她个几天 就连我婆婆都天天打电话过来让我拿钱去保释 求人办事却学不会低声下气 她偏偏是指使人的态度 你是不是想看着人死在里面才好啊 我就说你这白眼狼养不熟吧 外人终究是外人 嫁进来这么多年 还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我是坏人 婆婆 我哪里还有钱 就连这房子都被拿去抵押了 这不是你介绍的好生意吗 怎么到头来把阿正给送进了警察局 我这不是好心才介绍生意吗 这都是我们的亲戚 给点钱帮帮 又怎么了 呵 这段话却被我的电话录音录下来 保释的那天直接放给许正厅 让她知道我的好婆婆到底是什么面目 我低声地抽气道 阿正 我这些天跑来跑去地找关系 结果婆婆就是这样看我的 想来 我估计就只是个外人罢了 她懒过我进怀里 好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 我却觉得恶心至极了 回到小区的时候 街坊邻居们都看着许正纸这点点 手里还拿着报纸看 哟 这就是报纸上登的人 我还以为是崇明呢 没想到这年头了还有人这么蠢被人骗 幸好我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 偷鸡不成十八米 我听说呀 之前她还嫌弃老婆出来挣钱呢 现在呀 却给不起家里生活费 估计改天房子都要收回去了 你说没能力就算了 还敢埋怨妻子 什么人哪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围着说 许正却紧握着拳头 气愤地跑回家去 回到家 看到的是贴着封条的大门 上面还有银行的字眼 他不可能不认识 毕竟这可是他亲手把房子送出去的 许正拍着大门 这怎么回事 我的豪宅怎么被封了 快给我开门 开门哪 歇斯底里的 像封魔一样 此时此刻自尊心被踩在脚底下 我心里却爽快无比 这就是你自大不顾后果的下场 转眼却看到儿子背着书包哭着跑回来 我接住他 这是怎么了 不好好 在学校怎么回来了 儿子却嚎啕大哭 说交不起费用 面临着被退学 而且 学校知道了新闻 觉得对学校影响太过于负面 我被退学了 好多小朋友都嘲笑我们家穷 连书都读不起 每一句哭诉都戳着许正的心窝 他眼面默默流泪 儿子却上钱 爸爸 你不是说要赚大钱吗 怎么连我的学费都付不起 最终 我们从几百平米的豪宅搬了出来 儿子也从国际学校退学了 这是我给他们父子俩的一点惩罚 因为不懂得感恩和反省 许正每天颓废着 因为那条新闻害怕被人指指点点 现在都不敢出门 但天天有人撞上来 哎哟 怎么住这种地方啊 石大大的台面 墙壁上还爬着青台 他环顾上下 眼里露出鄙夷 却忘了自己也是从这种地方出来的 这人正是我婆婆 我记得婆婆家还有几个空房间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要不搬去一起住吧 我恍然想起这件事 一旁的许正听了眼睛都亮起来了 对呀 妈 那套房子还是我们给您买的 婆婆却支支吾吾 说不出话 摆明了不想让我们去打扰 这不是住一起挺麻烦的吗 许正冷笑一声 我们没破产住豪宅的时候 您可是殷勤着天天跑来我们家 现在倒是说麻烦了 还有你那所谓的亲戚 坑蒙拐骗 害得我们家破产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提到这件事 婆婆瞬间变得有攻击性 那不是因为你蠢吗 我只不过好心给你介绍生意 而且那是你舅舅 你怎么能说他坑蒙拐骗 偏偏自己的儿子都不去保释 把诈骗的头目给保释出来了 就因为那是自己的亲弟弟 婆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阿正再怎么样也是你的亲儿子啊 不过是火上浇油 让这场闹剧变得更加精彩一点而已 他却指着我破口大骂 认为是我在挑拨离间才会让他们母子离心 抬手就想打我 却被许正一把拦住 许正仿佛被刺激到了 眼睛都红了 你给我滚出去 以后不要来我们家了 你滚 两人撕破了脸 这些日子的经历以及社会的拷打 已经让许正消磨了身上的自大以及傲气 身心俱疲 比起之前在家当甩手掌柜的时候 憔悴多了 就连人都瘦了不少 这天 他带着儿子 两人一起给我道歉 跪在搓衣板上 言语恳切 态度诚恳 老婆 我错了 我不应该每天埋怨你 不应该阻止你去外面工作 这都是我妈 穿多我才外面闯荡的 结果 却害了我们整个家庭 我儿子哭着 妈妈 我错了 我不应该听奶奶的话 我好想回去上学 见我一动不动地 许正握住我的手 老婆 我们还是换回原来的角色身份吧 我觉得自己就挺适合当全职爸爸的 我坐在沙发上 有些为难的 稳定发挥着绿茶语露 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 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当全职主妇 这样子对孩子成长也好 你也不会觉得我出去抛头露脸会丢脸啊 而且 我还挺适应这个全职妈妈的角色的 老公 还是你去外面工作吧 父子俩惊愕地看着我 抱头痛哭 我们再也不想住这种地方了 老婆还是你比较有能力去赚钱 儿子直接扣了个响头 妈妈 请让我们回到原来平凡的世界里 呵 小鸭 这次还不把你治得服服帖帖 其实 我们家根本没有破产 那些被骗走的钱早就已经回到了我的手里 拿去还了银行方的贷款 那房产证我已经要回来了 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让那父子俩清楚地认知 自己的身份而已 我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又怎么会没有存款呢 一大一小跪在键盘上 膝盖都通红了 逼着头 拨弄着手上的猪串 勉为其难地开口 那好吧 我先考虑考虑 两人如获心生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老婆 还是你最好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然后许正立马就去做饭去了 只是这三浮天气 也不知道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习性能坚持的几天 儿子也不甘示弱 赶紧说 妈妈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又恢复了每天上下班的生活 穿着职业得体的衣服 为我的人生忙碌奔波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回到家就看到许正任劳任怨地在干家务活 嘴里还念叨着 还是家里好 也不用被人压榨 受其他人的气 这思想觉悟是我都没想到的 日子逐渐走上了正轨 我如往常一样开车回家 却发现手机里的私信一直在响着 都高达九九家了 打开一看 竟然是有人在我的帖子下吵起来了 那件事情了结后 我忙于工作都忘了删掉 有一个人叫翠花的给我留言 原来就是你这婊子在网上说三道四 害人家母子离心的 甚至还有一个男的 顶着个凶神恶煞的头像 女的还想争一家之主是吧 你就应该拉去进猪笼的 下面全是粉丝的反击 很多人私信我说 博主 说不定那个人是你的婆婆那边的人呢 还真别说 翠花这名字越想越熟悉 这不就是我那婆婆的名字吗 她的原名就叫牛翠花 她这些年说不好听就去改名去了 那男的说不定便是那个坑蒙拐骗的便宜舅 牛二郎啊 思及此 当机立断立马打了电话 紧赶慢赶 回到家里 我婆婆和她弟弟已经守在我们家门口了 却奈何没有钥匙进不去门 而许正去接孩子了 还没回来 她看见我 立马上前拽住我 指甲死死地掐着我的手臂 痛死了 快放开我 不然我就报警了 哟 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 瞧瞧我就不姓牛 就是你这个贱人 每天在网络上败坏我的名声 我就说 怎么出门就天天被指指点点呢 妈的 姓牛就了不起对吧 那个便宜舅舅 还想碰我的脸 猥琐的表情让人作呕 如果不是你 阿正怎么会心甘情愿在家 当什么家庭主夫 简直是败坏我们家的脸面 还不如生块叉烧呢 姐 别生气 我来帮你 她脸上的肉 随着激动的语气 抖动起来 那个脏手 带着污渍 就想碰我 我大喊一声 带着哭腔 不要碰我呀 阿正快回来救我 许正匆忙地从楼梯跑上来 看见我被两个人拉扯着 直接拿起门口的扫帚朝他们打去 好啊 都敢欺负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看我不打死你们 她痛打落水狗 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这些日子被这些人压抑着 两人抱头鼠窜 四下躲避 牛翠花哭闹着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真是没用啊 儿子都要打死当娘的了 都被这个狐狸精给迷惑了呀 我的老天爷呀 整个楼道都是她的声音 吵得不行 可她忘了 许正最要面子了 自然受不了这种胁迫和承担不起丢脸 她停了下来 脸色愈发难看 大吼一声 够了 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牛翠花的哭声戛然而止 可没有她接下来这出好戏又怎么开场 我抽气道 阿正 你别生气了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 婆婆也不会和你离心的 抬头凄凄地看着她 要不我还是回家当全职妈妈吧 这样对我们都好 男人嘛 不就是要这种偶尔性的示弱吗 婆婆她扒拉开我 儿子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一件大事 我哆嗦着 显得害怕极了 婆婆 您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她看见我惊恐的表情 更加地得意 脸上带着猖狂 好啊 您说说到底发现了什么 许正这话一出 直接给了她底气 她指着我 就是这个女人 直接在网上丑化我们 还联合所谓的什么粉丝来讨伐我 你的那些事全都被她发到网上去了 要我说呀 这种女人就是不能留 简直是败坏门风 越说越上头 甚至把许正都骂进去了 你说说 当初要是听我的话 哪里还轮到她进门 我们那村长的女儿就很不错呀 而且前几个月你就应该听我的 直接跟她离婚 说不定还能捞到一半的财产 现在好了 屁都没有一个 她竟然还好意思说这种话 如果不是她和舅舅合伙坑片 现在又怎会落到现在这种下场 我知道 即使我赚再多的钱 再怎么补贴这个价 都得不到婆婆一点的好脸色 她向来讨厌我 只不过是金钱掩埋着她丑恶的嘴脸罢了 婆婆的每一句话都戳到了许正的废管子上去 许正眼含怒气 不愿再听下去 她直接打断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靠那些帖子 我们连这个房子都租不起 我们家现在就睡在大街上了 许正拉直接回了家 我扭头对婆婆咧嘴一笑 看这就是你针对我的下场 婆婆直接发了疯 是不是你下了什么迷魂药 我却凑过去对她巧声说了一句话 婆婆便直接愣住了 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带着便宜舅舅立马就落荒而逃 这种人就应该整治 早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跟许正解释过了 现在财政收入掌握在我的手里 而且她早就明白了 如果没有我 哪里还会有这个家 我特地一个人回来 不过就是想设个局 哄他们尽忘罢了 果不其然 那句话的威慑力真是够强的 这些日子 婆婆都没有再过来闹了 倒是许正这些日子总是遮遮掩掩的 不知道在捣过什么 那天坦白局过后 她自以为掩饰得很好 我却透过玻璃窗户看见了她充满贪婪的眼神 在小区停车场 却意外地碰见了许正和她的便宜舅舅 他们两人言语激烈地在争吵着 路人纷纷都回头看他们 你要是不把钱给我 看我怎么整治你们 然后 舅舅便扬长而去 留许正一个人抱头发呆 我心里有些不安 却绕路而走 回到家门 看到的全是被泼了红油漆 写着欠债还钱四个大字 这是怎么回事 许正吱吱吱说不出来话 我的急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干什么事了 难道又背着我去创业了 她这时候却硬气道 说起创业 上次是不是你报警的 是不是你把钱都拿走了骗我 都到这地步了 我也不避讳什么 是我报警的又如何 如果不是你 蠢得像头猪一样 什么都不愿意跟我商量 我又怎么会出此下策 她伸出手 那你把钱拿出来 那也有我的一半 我笑了 她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想瞎了心吧 你是不是要拿钱给你那个便宜舅舅 她惊愕地看着我 眼神四下乱飘 我们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帮帮她又怎么了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拿着我的钱去帮别人 我是做菩萨的吗 难道我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 她发了狠 死命地掐住我的脖子 快把钱给我 不然我们就都得死的 你看不见这些恐吓的东西吗 我的脸憋得通红 直接抬起脚就往她的胯下攻击 许正痛地倒在地上 嗷嗷地叫 我踩着她的脚 姐可是黑带选手 还想跟我斗 平日里给几分薄面就想上天了 快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豆豆被他们抓走了 我今天去接就见不到她 舅舅说 如果明天再拿不到钱 我们都得完蛋的 什么 儿子被抓走了 这么大一件事 你都不肯说 那老太婆竟然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下得去手 我立马去取钱 你给我联系好他们在小区的厚仓库里等我 她欣喜若狂地 丝毫不掩饰眼神中的疯狂和喜悦 好好好 你快去 我联系了国际学校的班主任 询问了情况 确实有个老太婆把我儿子给接走了 拿到钱赶到仓库时 果不其然我儿子被吓得都哭了 许正唯唯诺诺地再劝说道 我老婆马上就来了 你再等等 你看 这不就来了吗 赶紧把钱给我丢过来 不然我就弄死你儿子 婆婆死死地摁住我儿子 示意我立马把钱丢过去 你知不知道绑架是犯法的 那便宜舅舅上前 懒得跟你废话 那钱本来就是我们的 要不是你瞎掺货一脚 我又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步 结果下一秒 她就如同换了癫狂一样 眼神迷离 手脚抽动 却不顾着要抢我怀里的皮箱 快给我钱 给我买神仙药 给我呀 她的状态像急了那些吸食了某些东西的人 婆婆急得直跺脚 阿正 快把钱拿过来 你还在等什么 听见这话 难以置信地看着许正 她却羞愧地低头不愿意说话 她竟然也与他们合伙骗我们的钱 还以孩子的性命做交易 你疯了 那是你的孩子 许正胡言乱语 精神状态不好 我也不想的 我受够了这种生活 我再也不想住在有老鼠的房间里了 你明明有钱 为什么不愿意搬回那栋豪宅 只要我拿到钱 我立马就跟你离婚 呵 原来一切都是骗局 就为了钱 连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管不顾 偏偏又没能力 干啥啥不行 我妈说得对 你就是个怪物 都是你的错 我直接一脚踹飞她 人渣 这下还不把你们通通都抓进警察局去 警笛声响起 瞬间包围了这间仓库 一堆人涌进来 我婆婆害怕的刀都拿不住 直接跪下 大喊 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许正瞳孔瞪大 怎么会 你怎么会报警啊 我的手机一直保持通话状态 目的就是录下所有人绑架的证据 我把孩子抱起来 这一切都是你们就由自取的 身后传来呐喊和痛哭 不要抓我 我是无辜的 都是他们教唆我的 有的人偏偏死到临头都还在嘴硬 事后 警方通报了这起绑架案 我婆婆和舅舅 承认是在吸食毒品的情况下 一时冲动才犯下错误 并且还要求上诉 认为是许正所为 事到最后 竟是狗咬狗 只是不知道 如果许正知道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我特地申请了探望 他被带出来的时候 都受成皮包骨了 哪里还有当日白白胖胖的样子 你来这里干什么 许正不情不愿的 这不是来看望我孩子的爸爸最后一面吗 他疯狂地拍打着玻璃 快保释我出去 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的 我可以当全职爸爸的 快让我出去 阿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却被狱警按住 给我安静点 我笑了笑 缓缓道来 许正 我和儿子搬回了你梦寐以求的大豪宅里了 而且还买了你一直都很想要的现良版法拉利 许正露出后悔的眼神 毕竟那可是他求了很久 我都没有买的 其实 我早就想好了你今年生日的时候送你的 可惜呀 你无福消瘦了 却还要在网上浇一把火 你知道吗 你的好妈妈说你才是煮饭 和舅舅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不过是被你胁迫的 放他娘的狗屁 明明一切都是他们想出来的 他们都该死 吐出的话 像一把尖锐的刀直直地插进他的心脏 你知道他为什么总是选择放弃你吗 上一次是这样 这次还是一样的 因为呀 他早就和那个便宜舅舅好上了 你 不过就是个炮灰罢了 然后不顾他的震惊 直接挂了电话离去 身后是怒喝声 贱人 我要杀了他们 竟然敢骗我 其实 我那天跟婆婆说的便是 我知道你和舅舅的关系 我依旧记得他害怕的眼神是怎样的 这件事倒是一箭双雕 其实说是便宜舅舅 便是因为婆婆是被收养的 和那个家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我曾碰见过一次他和舅舅偷情 这才去追查 没想到竟是有这一层关系 后来 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是几个月后了 几人都被判了几十年 绑架加上之前的诈骗罪 许正更是因为接受不了现实在里面自杀了 我带着儿子出国周游世界 慢慢矫正他的思想 这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重要的是 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且肆意的人生 再也不用被那些家里长短所牵绊了